手麻是手部疾病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症状,由于长时间压迫手部神经,会造成血液不流通,而导致手部发麻。 除此之外,一些疾病也是会引起手麻现象,如颈椎病、中风、弯管综合症等。 这种时候,我们就要注意了,引起手部发麻主要有以下几个常见原因。 一,上肢神经卡压,上肢神经卡压主要分为两种情况,一是拇指,时觉和中指出现麻木痛感,又是会在夜间麻醒。 这可能是由于正中神经,在外部受到压迫所致,又称为万管综合症。 二是主要指的是小指麻木疼痛,主要是因为肘部神经受到卡压,严重是还会影响小指的灵活性,又称为肘管综合症。 二,颈椎病。颈椎病是最容易引起手麻的一种病,中老年人常发。 不过除了手麻之外,颈椎病还会有一些其他症状,如上肢、犹放射通、活动障碍和颈肩部骨瘦酸痛。 三,中风。中风也会引起手麻,不过这种病比较好辨别,会犯有头重脚轻、眩晕等症状,患者一般会有其他的症状, 如糖尿病,高血压等。 四,末梢神经炎。 常常作为全身性、系统性疾病的一部分出现,伴随其他一些症状出手指发麻, 鉴于维生素必缺乏,要无副作用,中枢神经系统疾病、代系性疾病等。 五,更年期综合症。 一些进入更年期的妇女,有时候也会出现手麻的现象,但是并不明显,而且伴随着更年期的结束,手麻现象也会随之消失。 那么,我们要如何缓解手麻的症状? 一,加强手部运动。 手麻是一种常见的现象,我们可以通过可以加强手部运动,通过失智交叉握紧、握拳、放松, 有时让人帮忙按摩一些手部穴位,打倒书肩活血的目的,便可以有效缓解一些因手部事业不畅而引起的手麻。 二,培养手的灵活性,想要缓解手麻,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让手多活动,不能让手老是保持同一个姿势或是压迫手臂之类的。 三,要让手能进行一些比较精密的运动,如组装小型塑料模型,摆弄小玩具等。 三,要由正确的睡姿,睡觉偶然出现手麻景象,不要太担忧,应该是压到手臂,时间久了便引起血液的不循环。 那么这种景象,我们可以通过在早晨多按摩一下手部,或是在睡觉前找一个舒适的姿态就可以解决。 因而,要培养一个正确的睡姿,养成脸睡前按摩一下手臂,在睡觉时尽量不要压着手的好习惯。 此外,我们还可以挑选一个高度适宜的枕头,让头颈可以枕在枕头上,从而让血液流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